丝瓜的五种做法,不知不觉到了三福天,入福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。 这段时间广州温度高,又闷又热,饮食上要注意多吃消暑清热的食物。 丝瓜就是很好的消暑食物,丝瓜可以解毒痛便,去分化痰。 丝瓜有防止皮肤老化的维生素B和美白皮肤的维生素C。 女性多吃丝瓜好处多多,能保护皮肤,消除斑块。 丝瓜是天然的美容佳品。 在夏季,我经常清炒丝瓜,还会把丝瓜变化之吃。 分享五个简单又好吃的丝瓜做法。 一虾仁炒丝瓜,丝瓜和虾它配在一起,颜值高,红红绿绿很漂亮。 虾仁鲜美,丝瓜吃了之多,只要五分钟就能做好的小炒菜。 虾仁炒丝瓜的材料,丝瓜两根,虾二百克,蒜三瓣,盐三克,白胡椒两克,淀粉和料酒,虾仁炒丝瓜的做法。 二丝瓜炒鸡针,丝瓜炒鸡针的材料,鸡针三百克,丝瓜两个,料酒一勺,生抽一勺,砂糖,砂糖粉少许,盐,丝瓜炒鸡针的做法。 加入鸡针大火炒至转色,盛起,五,炒过烧热油后放入丝瓜块,炒熟,六,加入炒过的鸡针,葱白和红辣椒,放酱油,盐和砂糖调味,炒熟装盘,三丝瓜蒸鱼。 夏天吃鱼就该清爽,有了丝瓜,鱼肉更清新嫩滑,丝瓜蒸鱼的材料,鱼肉六百克,丝瓜一根,将两片,葱两根,要有少许,盐两克,蒸鱼是油二勺,丝瓜蒸鱼的做法。 一,这是丝瓜和普通的鱼肉,这里的鱼肉去掉了鱼骨头,只有鱼肉很容易蒸熟的。 二,丝瓜削皮后切薄片,三,烧开水后,放丝瓜片捉水,这里的所谓捉水,就是在热水锅一下就捞起来,不要待在热水里太久。 四,鱼肉抹上盐和料酒,腌制一下,把丝瓜片放在盘子上,鱼肉放在丝瓜上面,放些姜丝,葱白和油,捂烧开水后,放入丝瓜和鱼肉,用大火蒸五分钟,不用蒸很长时间,因为鱼肉很薄,丝瓜已经焯水了,三到五分钟就可以把鱼和丝瓜蒸熟。 六蒸熟以后,淋上蒸鱼汁油,撒上葱栗,四银鱼带蒸丝瓜,银鱼带蒸丝瓜的材料,丝瓜五百克,干银鱼带三十克,将十克,蒜三十克,葱少许,红椒少许,盐两克,生抽去毫升,银鱼带蒸丝瓜的做法。 一准备材料,丝瓜削皮洗净,切小段,将丝瓜段放在碟子里,将蒜剁成绒,葱青绿部分切成葱栗,二银鱼带洗净,用清水泡软,三蒸锅烧沸水后,放入丝瓜段蒸五分钟,四炒锅烧热油,爆香将蒜蓉,泡软的银鱼带放入炒锅,把盐,生抽,红椒放进炒锅里,将银鱼带和调料拌匀炒熟, 五蒸熟的丝瓜出锅,六把银鱼在蒸园地附在丝瓜上面,撒上葱里就可以了,五丝瓜肉丸汤这都看起来是汤水,也可以当菜,丝瓜肉丸汤的材料丝瓜三根,猪肉肉米150克,鸡蛋一只,蒜二半,香菜少许,盐,白胡椒粉,料酒,红薯淀粉,丝瓜肉丸汤的做法,一丝瓜削皮,切滚刀块, 二猪肉剁成肉米,加入盐,料酒,白胡椒粉,鸡蛋和红薯淀粉,搅匀,三烧热油,爆香蒜蓉,放入丝瓜块,爆炒片刻,四加入三碗水,盖上盖子煮丝瓜汤,五当丝瓜和烫水煮沸后,准备放入肉丸子,六当肉丸煮熟,放盐调味就可以了, 夏季不要错过清甜的丝瓜,它除了用蒜青草,还可以试试这次介绍的五种简单做法,变着吃丝瓜,香薯清热解度,美美的过一个夏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